澳門扶康會成立於2003年 今年已經20周年了 扶康會主要是為智障人士 和精神康復者提供一些服務 裡面有一些院舍和日間中心 甚至我們也有很多種類的職業訓練 而其中一個就是餐廳 我們是澳門第一個以職業訓練 進行一個主體營運的餐廳 我們一開始只懂得少許的菜 慢慢地有很多商企 有很多熱身人士 就看到我們的理念 所以他們慢慢地把他的私房菜譜 教我們, 令我們變成一間可以做到 兩個月轉一次菜單 當時為什麼會選土生菜呢? 沒有, 因為我們的會員是土生樓人 它有這些家庭的菜譜 我們沒有理由不擔心 是嗎? 但餐廳幾個菜式都喜歡 紅豆豬殺我最喜歡 那就是蒲鶴雞 先會說我們會蒲鶴雞 這是她媽媽教她 由她教我的一個主食 有別於一間餐廳所下的椰奶 相對性的比例是會比較不同的 還有就是那個醃製方法有少少不同 土生樓菜就是一個家庭式的菜系的傳食 每個餐廳就是將我們菲迪娃會長的一個家庭菜傳承下去 桃式捕鱸魚是一個土生樓菜 其實葡萄牙都有焗魚的 但它們更加多可能是焗雪魚 我們亞洲沿海的地區 原來鱸魚也更加適合用一個土生風法來焗出來 我們裡面有一些菜式是真的有客人 你說要訂了 我們才做給你 我維持我們的菜式的新鮮 因為我們也會找回一些 真的做家庭的土生菜的師傅 來傳授一些菜單給我們 譬如像Karlouche 他也將很多珍貴的餐廳給了我們 每一個土生家庭 他們是有自己的獨特的食譜 當初那時候 他們問我教哪一個菜式 我說我可以教焗豬肉圈 正式它的名字叫做Gabella 將芝士和麵包加上丸子 剛剛是焗起了那時候 它是會有那個肉汁在這裡 你吃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它會很鹹 還有很肥膩 這間餐廳很多東西 我都很喜歡吃 我最喜歡這個蒲鱷雞 還有這裡的服務態度 是OK的,很好 這間餐廳其實很親民 你進來第一次之後 你會發現環境其實是很舒服 來到這裡吃 這間餐廳給我一個對於過往的蒲式 土生蒲人的菜是有一種回憶 他們那些廚師是很有心機去學 澳門扶空會為什麼會扮餐廳呢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很希望 我們的殘疾人士 我們的精神康復者 他能夠在社區裏面 直接可以為大眾提供一些服務 所以這個餐廳叫做Soul Food So Good 是Soul的Soul 你來吃餐飯就已經支援了他們 亦都帶動了豐盛人生給他們 亦都帶動了豐盛人生給他們